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归到他的开盘价左右 不是开盘价 就是星期五的收盘价 所以基本上他没什么大波动 总而言之他昨天是先涨然后后跌 主要是要关注的是应该这个星期四的 他的所谓的CPI 也就是通行的一个数据 所以今天也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动作 明天也应该也不会 今晚会有一个美国央含央长发言 可能会刺激到市场一点点 可是其实他讲的话 这么多个月都没有什么大更改 就是说他还会继续的保持高利率 而且一整年应该是没有可能会减息 所以他这个发布会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加持 那对于股市来讲 应该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动作 那昨天我们看到行情 那个道久来到加近34,000点 来到33,965.7 那基本上也算是 从那个12月份来到34,712点之后呢 这个是最 这个月里面跑的最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呢很神奇的 你看到 他的这个价位就是那 他的回调的61.8% 那我们都如果有 对那个技术分析有一点稍微认知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61.8的一个回调 那昨天呢就是有超过这个价位的上方一点点 然后呢你看他最后一个四个小时的一个动作呢 开始回调 那我们看那个S&P500也是一样 S&P500呢基本上呢没有到那个61.8%很接近很接近 也是说很接近4,000点来到3,955点 然后就当下来 那基本上他收盘的时候呢 是跟那个星期五的收盘家呢 几乎是一样 所以呢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就是 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波动 那那是大更不用讲 那是大有来到38.2% 那比较弱的一个回调点呢 除了50%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38.8% 38.2% 那如果是航行从这个价位开始当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他基本上他这个反弹的没有什么力度 那基本上我昨天已经空了那个 那是大100 那我们是今晚是准备看 星期四公布他的CPS之后呢 看看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来我们看看亚洲盘 亚洲盘呢在恒生呢 我们今天早上呢 我看看这个是昨天的吗 这个是昨天的一个价位 达到21,487.7点 这个呢也是算是非常高的一个价位 就是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相比的话呢 这个跑这个从那个10月中的时候呢 他有开始走高的时候 从14,000 将近600点 一直盘到昨天的高价是21,000 将近500点 所以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呢 今天呢是有稍微有一点在维持这个价位 因为呢这个是也是这个礼拜第二天的 那个大陆跟那个香港的边界开放了 应该是香港人呢对这个发展呢是充满的期待 所以呢变成股市也稳住了 我们看看那个上海中户指数也是一样 今天呢稍微有一点拉回来一个现象 昨天呢昨天那个涨幅呢来到3,186.1 然后呢今天呢开始有一点回调 可是呢这个价位呢也是一个 Fibonacci的一个位置就是78.6 那我们除了23.6 我们就38.2 百分之50 61.8 78.6 也是其中的一个Fibonacci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的一个门槛 那昨天我们看到 3,186也是回调的百分之是那个78.6 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反应 所以呢广期里面还是要关注 因为这个行情的走势呢 应该还是会去挑战12月份的高峰点 所以呢上方的空间还是保持着 应该是还会再来多一次 我们看看日经指数今天呢先跑高 ok 来到26,322点 然后呢继续的下滑 然后一开盘就跳高 然后呢现在目前呢是在做修正 ok 他这个行情呢基本上是没什么力气 因为呢他已经看起来 看起来有一个五波浪的一个形状 顶多行情呢可能会来试探这个价位 就是三个礼拜的一个价位就是来到26,630点 这个因为这个12345嘛 这个4的一个价位一般的话回调的话 都会来试探一下 这个是可能会做参考 ok 我们看看外汇吧 外汇美元昨天呢从那个134.80 就是那个星期五的高峰价呢 继续的往下调整 就是昨天美元还是继续的下滑 因为呢我们看到三个星期五呢基本上呢 公布了美国那个就业报告之后呢 就美元大致上都开始下滑 那昨天也是一样大 昨天还是继续的维持这个 美元弱的一个现象 来以目前来讲 现在行情是在131.6大概80吧 所以短期里面可能还会继续往那个 这个三个礼拜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价位 就是129.50迈进 因为他整个趋势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疲惫了 我们看看那个英镑对美元 因为美元开始下滑 当然是别的货币就开始涨了嘛 可是昨天涨的那个力度不是很高 英镑来到1.221亿呢 刚好是这个整个框架的一个中间线 OK 所以变成这个变成一个无形中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压力线 所以今天可能还会再来试探做一次 我们可以继续观看 欧元也是一样 欧元昨天基本上有来到 比三个月的高峰点还在高 上个月的12月份来到最高是1.0736 昨天有跑到1.071 这边相比的话 他目前的一个状态呢 看起来好像要继续的往上涨 就是说呢 短期里面可能美元还会继续的下滑 那奥币也是一样 奥币呢也是突破三个月的高峰点 来到这个 昨天来到将近是0.7 来到0.6949 所以目前呢开始有点回调 基本上呢他整个形状看起来好像要 要继续的往上去发展 所以变成了短期里面 我看还是应该是看涨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美元对加币呢 这一次呢真的是有点跌眼睛 因为呢他基本跌的时候呢跌得很凶 从那个1.3687的时候一直掉 掉到昨天的一个1.3356 这个短期里面看起来还是会继续的往下跌 因为美元开始做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美元基本上呢 从美元对日币呢 对美元对加币呢 基本上呢都是同样一个方向 都是要跌的 那我们看看石油 石油呢昨天真的是有回调到 我的那个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我基本上在这一次下滑的时候呢 我是在76块有做多 然后呢我是昨天看到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 昨天刚刚好来到我的这个76块的那个价位呢 我基本上把它给平掉了 基本上也没有亏 也没有亏钱 那我一平了之后呢就开始下滑 所以这个逃过一劫 可能在这个行情呢 可能我再往下看 如果是先跌到67块的话 我肯定会在进场去做多 因为我本身是认为明天呢 是关键的一天 明天呢 因为是这个月份的11月 OK吗 11号 那11号的话 我看那个形状呢 应该是以时间的一个分配来讲呢 明天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呢 相比的话就比较高 所以呢我们继续观看明天是否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呢 OK 如果有的话我还想继续的做多 OK 那黄金也是黄金呢 有继续走高没有回调 那昨天来到1881块 将近来到82块 那就看在那边盘住 这个也是去年6月份的高峰点 去年6月份的行金来的最高是1879块4毛半 所以呢基本上是已经越过 可是他没办法 B4价 你看到很多次他已经越过这个 上个月去年的6月份的高峰点 可是呢 他没办法收盘在他的北方 可以这样子的话可能短期里面 他可能会有个修正吧 OK 那我当然是希望他会有个微调 因为呢我长期来看呢 我还是想在 对那个贵金属呢 我是想做多的 可是目前这个价位 我肯定是不愿意进场 我再观看一下 那盈那方面呢 昨天呢也是有有有点反弹 可是反弹的力度不是很高 我们看到行情这一次呢 顶多来到那个24块1毛3 然后呢就开始下滑 基本上呢他是整个行情的走势呢 在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在短期里面 我看还是可能这个框架的 目前这个价位可能会撑得住 OK 当然是我是希望他这个 会离开这个框架 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办法 来到12月份的一个低点 如果有的话呢 我这个21块呢 肯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一个进场的一个框架 所以呢应该短期里面 还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要继续的观看 比特币这一块呢 我们看昨天还要继续的往上走 你看行情走到突破50% 来到17406块 OK 都开始回调 那基本上他回调的那个高点呢 刚好有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所以短期里面 应该是有一点回调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 OK 所以短期里面要注意看的是 可能比特币或者是 虚拟货币基本上就是 开始要回调了 因为这几天 这两星期一的一个涨幅呢 是有一点出 就是我没有 这个预测到 所以有点可惜 那这个以太郎呢 基本上呢 我这个是有点受伤了 因为我基本上呢 我在1260块已经开始进场 然后呢 1270块 我又再做多一笔空单 所以呢 行情来到1344块7 所以呢 基本上我这个 我这个空 我这个仓位呢 是目前看起来有点受伤 所以呢 我基本上是要看看 有没有办法 在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呢 把它给平掉 因为短期里面我看起来 好像这个行情还要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呢 并且呢 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安全第一 所以我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比较比较没有受伤的 亏损很大的一个状态之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平掉 我看看行情呢 看看能不能来到1300块 就看看今天下午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Ripple呢 它目前呢也是从那个0.358的那个价位呢 开始有一点回调 那基本上呢 它很接近这个上方的那个压力线 所以呢肯定会有一些 有一些反应吧 OK 如果说它是从这边很大量的 开始下滑的话 可能它就可能会救到我的那个以太郎的 那个仓位 所以呢 还是还是有点希望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币安币 币安币呢 这是回调在61.8% 在这个284块1的时候呢 它开始有点做回调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形状 当然如果是这个行情猛跌的话 突破这个短期的这个支撑线的话 这个是对我有利的 因为我们继续要看看 因为以现在来看 是只能靠技术了 那狗狗币呢 基本上也没什么大力量 它连38.2%都没办法来 到0.08左右就开始 就开始荡下来了 卡丹安币也是一个 也是一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这个是星期一的时候来到0.346 那昨天呢基本上是来到这个价位 也就没有继续再涨开始做回调 那目前这个价位呢 已经回到那个之前呢 这个是一个压力线 现在也突破了这个支撑线 看看广期里面卡 能不能在这个线的下方 如果有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回调 可是基本上呢 从它的走势呢 这个行情看起来是 可能是已经反转了 所以如果是反转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多 那当然以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来考虑这个50%的这个门槛 我们看看50%在哪里 就是这个价位 OK 50%就是0.292 看看它能不能来到这个价位 然后呢 看它的反应 如果真的是有来到这个价位的时候 我们看它的反应 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明显 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的序号 可能可以在这边考虑做多 然后呢 就把止损放在它最靠近的一个低点 然后跟它相比 这个Solana也是一样 它也是有一点回调 可是它回调力度没有比那个Cardano深 目前呢 昨天来到17块半开始当下 目前是走在15块8毛3 所以短期里面 它这个回调是有一点浅 还不是很理想进场 我们再观看 OK 那基本上是现在到 就这样子先 明天呢 就跟大家继续的做分享 拜拜